在我录视频之前 我来先问大家个问题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在当今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个人 他的财富总值 超过了1000亿美金 我来数一数 当然我说的是 我录的这个时间点 第一名 Jeff Bezos 就是亚马逊那个创始人 差不多1800亿美金左右 Bill Gates 还有LVMH的那个头 他俩差不多都是 1200亿美金左右 然后就是第四 Mark Zuckerberg 他基本上就在1000亿上下 不停地在浮动 还有一个是谁呢 看标题进来的同学 应该也都知道了 就是这个Elon Musk 我说了这么大一圈 就是为了引出 Elon Musk和Tesla 因为今年Tesla这个股票 坐着小火箭 一下翻了五倍 这呢就也让Elon Musk的 这个身价 就跳过了1000亿的这个线 但后来前两天又跌回来了 所以现在又没有那么多了 我说回来 我觉得特斯拉这个股票 真的是现在 基本上算是 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股票 基本没有之一 它神奇在哪呢 它从2010年开始上市 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盈利 但是 就这样一个 从来都没有盈利的公司 市值从它10年上市 到现在 整整翻了 100倍 我就觉得非常 不光是这样啊 大家也知道 它是卖电动汽车的吧 但如果你看 它电动汽车销售量 在整个 北美整个市场里 就能占到百分之一点几 但是呢 Tesla的整个市值 要比所有其他汽车行业 加起来的总市值 都要大 是不是很劲爆 而且所有人都在说 特斯拉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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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有一天 Elon Musk自己都发推特说 我觉得特斯拉这个股票 现在价格可能有点高 但就即使是这样 所有人还是在买买买买买买买 然后这个Tesla股票 就一路疯涨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只腰骨和Elon Musk 很多人觉得Tesla 就做电动汽车 然后它有个形象代言人 叫Elon Musk 它光做电动汽车 估值肯定不可能做那么高 其实它还有很大的一块业务 就是这个清洁能源 电能啊 电池啊 太阳能啊 这些东西 它们现在还有 比较大的一个业务的模块 就是自动驾驶这块 这是它差不多现在的业务 Elon Musk是2003年的时候 进了Tesla 所以它不是Tesla的创始人 它当时是代资入伙 进了Tesla 投了600多万美金 那时候它是31岁 它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 那有些人就问了 它才30出头 怎么就是亿万富翁 谈到它是个富二代吗 那不是 这就要说到Elon Musk的成长史 我们尽量简短 它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八几年啊 就是电脑还不太普及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 跟他弟子家编游戏了 那游戏后来也挺火 本科毕业 直接保送Stanford读PhD 但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 它也是辍学了 辍学了之后就开始创业 那时候就是互联网刚兴起嘛 当时做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把这个纸媒 就纸的媒体的东西 弄到网上去 做了几年 卖了三个亿美金吧 他自己拿了2000多万走了 刚毕业大学生啊 做了两三年 卖了2000多万美金 就很厉害啊 他又接着开始 发现了新的机会 那时候不是电商特别发达吗 他就做了一个网上的交易平台 叫做X.com 这个其实就是未来的PayPal 2002年的时候呢 这个PayPal被eBay收购了 花了16亿美金 Mask就拿了1.6亿美金 就是创业奇才 创一个成一个 创一个成一个 现在也不缺钱 就完全要去实现 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对吧 他这个人从小就敢想 这个想拿想的东西挺多 他有这么几个梦想 一个就是说我要上火星 这是一般人敢想的吗 我见一般都是政府造的 对吧 政府干的这些事 哪一个是赚钱的 但他就敢想 他不是1亿6千万美金 先投了一个亿 说我要研发火箭 我要上火星 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SpaceX 另一块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清洁能源 所以他当时又窜着他表弟 说你就干就行了 我给你投钱 我告诉你干什么 你就干那个太阳能 那个面板 肯定厉害 肯定能火 那能源产生了 就得有输出 这就是在为什么盯上了 这个Tesla 觉得这边能产生 这种清洁的能源 这边又能消费清洁的能源 他就构建出自己的 这个新能源的未来王国了 其实电动车 也不是一个新兴产物了 这个从科研的角度来讲 早就被研究出来了 其实跟汽车有点像 大家可能听说过 汽车大王是谁 是福特 福特其实并没有发明汽车 他做的是什么呢 他做的是 把汽车给流水线生产了 就能降低成本 这样才能让汽车发明 能够福利到更广大的群体 所以对于Elon Musk来讲 电动汽车是可以走的 但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续航的问题 你从北京还没走到天津呢 这车就没电了 你弄在路上 也不知道去哪充电 咋整对吧 电动车它其实加速还是挺快的 但确实这个持久性 是里边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当时呢 就去找了很多跟这种 弄电池啊相关的PHD 然后就在那扣着扣着扣着 和大家想象一样 很顺利地就研究出来了 因为他就是这么个天才 但其实你说 这光研究出来了也不好用 大众还没接受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他光生产这么一辆车 他成本很高啊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东西 一个更低的成本 然后又让大众能接受 才能推广出去 他就提出来一个 叫做三步走的战略 三步走什么意思呢 就最开始 我就坐那种高端车 因为第一成本很高 第二大众也没接受 高端车需求量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先找到那种 我想先坐个跑车 让小众的人先开起来 之后大众的人 才能对这个有更多的接受 然后呢第二步 我再做中档的 价格低一点 然后销量也能高一点 第三步 哎做大众款 就是家庭那种轿车 那就可以很大量了 对吧 哎美好的想法有了 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来跟着 一楼大这个走一走啊 它这第一步呀 走的还挺顺利的 就06年的时候 那个跑车就已经问世了 特别帅 当时卖25万美金 你看他都卖给谁了 卖给那小李子 史瓦兴格 哎 加州州长 还有像乔治科鲁尼 都是大名鼎鼎的人 确实他那车 电动车加速是很快的 所以就很容易吸引 那些对跑车感兴趣的人 就感觉好像 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大众也知道 这个车能跑 同时呢又有人要 那现在就接着走呗 对吧 万万没想到 这第二步 普通 都不是普通事 哐呲 就摔了一跤 当时遇到这么几个问题啊 首先最主要的是 他成本核算出了些问题 他开始以为生产一个车 算一算成本 差不多6万多美金 结果就不知道 中间哪出什么问题 谁哪个零部件算错了 最后一突然一算上 要14万美金 那还玩什么呀 对吧 这事肯定就干不了了 就缺钱 又要去融资 而且啊 真的是货不单行 公司内部也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 他当时从外边 找了一个人 过来做汽车设计 结果没想到 那个人 简直就是个商业骗子吧 他就想过来 把Tesla这些东西都学好 学好 他自己出去开一个 然后就打官司 内忧外患 大家遇到这么多事 那团队能稳定吗 大家肯定心情都不顺 马斯克又觉得 当时的那个CEO 不行要给CEO换掉 伊朗马斯克 自己也是心理交瘁 不光是Tesla这边啊 大家还记得 咱们开始说 他需要 投了一亿美金 要去上火星吗 他自己也知道 一亿美金差不多够 发射三次实验 结果没想到 这三次都失败了 就都在 差不多08年底吧 都在这个时间点上 而且 他自己个人生活 私人生活也出问题 他跟他老婆 结婚八年那个老婆 当时在学校认识的 有五个孩子 那时候又闹离婚 真的就是 公司火箭 梦想 家庭 就是说什么什么不顺 一无所有了 但是他有什么呢 他还有四千万美金 你看他一开始 赚了一亿六千万 一亿上了火星 这个投特斯拉 投太阳能 他自己还剩些钱 对吧 所以可能也不算是 一无所有 回过头来说特斯拉 特斯拉这时候 就真的是 生死性命攸关的时刻 他得先融到钱 能让他先活下来 Mask怎么办 Mask有一天 就把团队叫过来了 说 兄弟们 现在咱们这个境况 就很惨啊 所以我现在决定 去融四千万美金 团队都精了 你上哪弄四千万美金 这边又是金融危机 没钱 你这边这个车 成本又不对 又被人坑了 还有诉讼 谁给你投四千万美金 这Elon Musk 深思熟虑之后就说 我就要自己投 我就把我剩下 这四千万美金 都投进特斯拉 因为他当时 他原话就是说 特斯拉 是太重要了 特斯拉不能死 特斯拉太重要了 所以他就义无反顾 把钱全都投进去了 这个其实 不光是说投钱的问题 能让这个特斯拉 暂时先活下来 也是给团队 注入了一个强心计 他作为公司的 这个CEO和领导层 对这个公司 有多有信心 他把自己仅剩的一些钱 都投进来了 所以往后呢 就是真的是 起死回生啊 峰回路转 柳暗华明 又一村 特斯拉有钱了 对吧 他就可以去完成 他那第二步了 就开始有研发 然后最后 09年就问世了 OK之后呢 没完 因为他想做大呀 这东西要量产 那又缺钱了 Elon Musk 这个执行能力 真的很强 他不光是能自己干 自己研发 还能去搞企业关系 找投资 还跟政府搭上关系了 就政府正好有那种 清洁能源的项目吧 又给他投了 4个亿美金 这下好了对吧 第二个车 叫做Model S 就可以投入生产了 说到政府啊 他的SpaceX 不是发火箭 发了三次都失败了吗 马上他就发现原因了 发现原因之后 他就说 我第四次一定能成功 然后又融资 然后发第四次 真的就发成了 发成完之后呢 NASA就看见了 就觉得他发的 搞的这个东西 比NASA自己做研究 成本要低 所以NASA 就给他投了 16亿美金啊 是吧 SpaceX一下也活了起来了 10年的时候啊 这个Tesla就上市了 按我们之前 讲的一些视频 上市公司上了 接下来就是 很稳步的发展 不断的扩张 Tesla不断的 不断的在创新 就比如说 他现在又搞的 自动驾驶 Elon Musk 就自己弄了一个 company 叫做The Boring Company 就挖那种地下隧道 就说他的电动车 之后呢 就在地底下走 虽然他搞了这么多东西 但其实华尔街 对他是 一直都不太看好 也不是说不看好 这个公司只是觉得 他的估值确实是太高了 因为他从 10年上市开始 到现在 估值整整翻了 100多倍 而现在这市值 基本上就能达到 美股的前十了 这公司还没盈利呢 我之前说 我从10年到现在 没有一年是盈利的 前两天还传闻说 他要被纳入 这个标准普尔 就S&P500的 这个指数里头 这还是对一个公司 或者说这个股票 很大的一个认可 也是因为这个事 Elon Musk 就到了那个 千亿俱乐部的这个级别 但后来因为 他确实波动率太大了 觉得如果加入到 这个指数里 会给这个指数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波动 然后最后就 没加进去 所以Elon Musk 所以就掉下来一点 不过我觉得 这对他来讲 可能也就只是 一个数字而已 那为什么Tesla估值 能做到这么高呢 我说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代表任何专业建议 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 我就说清楚 就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主要呢 有两个原因吧 一个呢 是他牵扯到的 这些行业 就是他未来的 一个潜力 因为大家知道 估值其实就是 对他未来的价值的 一个在现在这个点 折现 一个预期 如果他未来的 潜力越大 他现在的这个估值 应该是越高的 那我们看看 他现在牵扯到的 这些行业都有哪些 首先电动车 这是肯定的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 第二块 就是这个能源 这个Elon Musk 20年前就开始搞 那个太阳能电板了 整个这个能源的 存储运输 全都是 这是一个 又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Tesla现在还在搞什么 自动驾驶 其实这个 自动驾驶这个技术 现在已经是有了 确实有一些监管 还不能这个上路 但其实你像Tesla 它是有很多车 在路上跑的 Google自己 也在做自动驾驶 但Google就只能是 自己投入实验 然后去测试 就不像Tesla 它有那么多车 在路上跑着对吧 所以那些数据 对他们来讲 都是巨大的价值 它很有可能 在这个市场上 又占得先机 这几个例子 还没完呢 你说它又不断地 在创新 不断地在搞新的研发 然后还有研究脑神经 它之后垄断了 都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而且它现在很多东西 不是说汽车本身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电池 比如它搞自动驾驶 都是一些软件的东西 软件东西 就是像Tek一样 Tek公司的估值 和这种汽车行业估值 又不一样了 因为像Tek的话 有一些小点的突破的时候 它是这种跨越式的 所以当技术层面上 Tesla找到一些 新的突破的时候 这时候它的估值 就是指数网上爬的 这整个所有这些东西 都给Tesla估值 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就是你说这个未来怎么衡量 之前华尔街给估值 用DCF 用这个Cashflow折线 它这个怎么折 根本就没法弄完 所以说华尔街 为什么每次给Tesla的评估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underweight underweight 就是说被告估 被告估 你说你把它现在 你怎么算它那个现金流 再怎么折都折不出来 它那个市值 但这些可能性 同时还造成了 就是它这个波动率巨大 因为如果说我们看 那些其他的大的科技公司 像比如说谷歌 Facebook 苹果 Amazon 他们都有自己一个 非常成型的盈利模式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帝国 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但是Tesla不一样 感觉他在这边 要建很多个帝国 但哪一个都还没有 完全建起来 他要建那个充电站 他要在德国建厂 买了好多公司 要把这些技术引进来 他要这样 就这么多moving parts 哪一个都有可能 突然就爆了 哪一个也可能突然就垮了 就给他造成了 很多不确定性 而且还有人 在这个股市里头 你说他这个估值 真是谁也不知道 怎么估 所以人有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 羊群效应 当大家都卖的时候 这时候你恐慌 就是你可能本来 对他很有信心 但因为大家都卖 所以你就跟着卖 所以又加剧了 整个的这个波动 我觉得这是很主要的一点 就是他牵扯到的 这些行业 他未来的可能性之巨大 造成了 一是固执高 二是波动率很大 固执高第二个原因 就是Elon Musk本人了 这个人真的是个天才 或者有人叫他是个疯子 首先他自己 又能搞技术 又是个企业家 就商业 又能融资 刚才又说了 搞关系 都全都能搞定 就从背景来讲 就是个全才 然后第二个 就是他特别敢想 你说在2000年初的时候 谁说自己要去发火箭 他就敢想 又要弄脑科学 所有的东西都很前卫 所以很多人说 他就是个超级英雄 现实生活中的钢铁侠 确实是这样 他还出演 那个钢铁侠那个电影 就真的就是特别敢想 想的东西都是 至少在现在来看 对未来发展会很有潜力 能改变人类的 整个可以说是 文明进程的一些 这种东西吧 不光是敢想 更重要的是能干 说到一个企业家 执行能力有多么的重要 我自己也在创业 所以就特别能感同身受 当然不是说 我就像他那么牛批 只是我真的是觉得 执行能力是很重要的 因为想法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你怎么能把一个想法 一个美好的愿景 把它变成一步一步 可以执行的一个计划吧 然后你还得去干 真的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 说Elon Musk 在这方面有多厉害 就是疯子一样 我们之前说那些 做Emasin Banking的人 一周干一百多个小时 好多人不相信 在留言里说那疯了吧 Elon Musk真的就是 他差不多平均 每天睡六个小时 除了这个时间 他基本上都是在工作 他当时就跟他的团队说 OK没关系 凌晨两点凌晨三点 你有问题 给我打电话 call me 我247 on call 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而且他特别的严厉 就是对这个业绩的追求 对他目标的追求 是一个我觉得就是 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状态 就他之前就干过什么事 就去欧洲去巡视 然后发现工厂里头 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做的不好 然后就把那个工程师 就叫过来问 这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工程师当时就没打上来 他立马说 you are fire 就直接把人就开了 就是 所以他的 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很多其实都很害怕他 但就是他这种 近乎到于偏执的东西 才能让他完成 很多人根本没法完成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就特别坚信他 因为他不光是说 我要描述一个 我自己伟大的梦想 他把梦想一开始说出来 他十年之前说的事情 他二十年之前说的事情 和他现在在做的 都是一致的 而且他可以 持之以恒的 就实现这个东西 这就让很多人 对他就是有这种信仰 最后第四个 关于这个伊朗马斯 不得不说到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 有人格魅力的 这样一个企业家 我看过他很多 就是比如说 去那种学校 毕业典礼的演讲 包括他参加 他也很会自己 给自己塑造这个公众形象 经常就到处去 接受采访 比如说去这种 Ted Talk 杨兰访谈录 当时就让伊朗马斯 去采访 你说他每天都那么忙了 然后还可以 去搞这种东西 你别忘了 他还肯定还跟政府 又怎么样 又弄这个 然后他还那么多公司 都要弄 这个人真的 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神奇的存在 说到伊朗马斯 我不得不说一句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跟我一样 我就是那种正事 可能说好几遍记不住 但是八卦 八卦我看一眼 你好像就忘不掉他 你留到这儿 我再分享几个 伊朗马斯的八卦 其实他自己 不是很愿意 讲他的这种私人生活 当时第一个老婆 是他在学校的时候 认识的八年 生了五个孩子 他其实挺不幸的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生完之后十周 出生十周之后 就不幸夭折了 就很不幸 然后他们俩就 做了一个试管婴儿 开始先生了两个 过两年又去做了一次 又生了三 所以他们八年 有五个孩子 然后后来这个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08年跟第一个老婆离婚了 离婚了之后 他去英国的时候 10年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英国的演员 他出了Reilly 而且还演过傲慢与偏见 就还蛮有名的 然后俩人就在一块了 结果12年崩了 复合完之后 13年又复合了 复合完14年的时候 他们又罢了说要离婚 提交两天 就又给拿回来了 然后16年 好死不死 不是这个 最后又倒不到一块 又离了 因为你想16年的时候 伊朗马斯克 在搞他那些公司呢 对吧 所以就都每次在 他这个事业 要出现很大的转机的时候 他的婚姻状况 好像都要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18年的时候 他又跟加拿大的 一个歌手在一块了 然后今年 伊朗马斯克 已经快50了 他们俩有了第一个孩子 八卦就八这么多吧 关于公司这个估值呢 我觉得你怎么说 就没有人知道 他的价值是多少 他的估值里边 不光承载了 这个公司现在业务 在未来的一些可能性 还有很多是 人们对伊朗马斯克 本身的信任 对他价值观的认可 可能也会有一些 自己的梦想吧 所以其实是一个 很难估的事情 不过就我自己而言 当然伊朗马斯克 也有很多负面的评价 比如说他过于严厉 比如说他经常 骂人是伊利 骂人是傻子什么 就是会有这些 而且你想 他要牵动 那么多传统行业的蛋糕 那些人能就这么轻松地 放过他吗 也是各种就是 舆论上影响都很多 但是我个人 还是觉得是很 值得景仰的 这么一个人吧 毕竟你想 二十年如一日的 去不停地创新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一直在 不断地兑现自己的诺言 所以呢 我就还挺了不起的吧 好那这些呢 就是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Tesla和伊朗马斯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的 关注点赞 好 我们下期见了 拜 不要我讲这个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要因为这个 就去买股票啊 就 当然我也不说不推荐 就是这个 投资有风险 股市虚谨慎 所以大家 叫什么 股市有风险 投资虚谨慎 大家关于这个投资决策 自己好像在掂量掂量 我就看到一些内部的 这种华尔街的报告 都是underweight 但是这个价值 到底是值多少 大家自己 自己衡量吧 祝大家投资顺利啊 谢谢大家